大家好,我們現在在南伊的桌球區這邊 然後可以看到我們的裝備就只有D2E的板子 然後還有它附的CAMERA 那我們的目標就是要偵測桌球 然後我們的桌球場地是用這個 然後介紹一下螢幕上有兩個模式 第一個模式就是現在看到的 就是可以看到實際的畫面 那因為這個CAMERA的解析度不是很高 所以就是會有點模糊 然後第二個模式的話 就是可以看到球在上面的樣子 我們就直接把偵測到的球塗成橘色這樣 好,然後我們現在就是解釋一下上面的顏色的數字代表什麼 那假設現在看到的是5比7 然後黃色的話代表它是發球方 可是剛剛看到螢幕有點藍色嘛 那那個就是準備發球狀態 所以現在算是Preserve的狀態 好,然後現在可以把球舉到螢幕的角落 對,好,就球舉到角落的話 它就會過了一定的時間 它就會偵測到 進入到發球的狀態 好,那萬一太久沒有發球的話 它 它就會得分 因為這邊設一個timeout是合理的 就是想說 萬一有人連自己的場地都沒有bounce的話 那或是直接打到整個螢幕外面 那就是算沒有一次成功的發球 那我們timeout的時間也是 也是設合理的發球時間 好,那我們現在就是偵測 開始偵測彈地這個動作 那我們再把球放到那個 好,然後bounce兩下看看 好,那可以看到 球彈兩下的瞬間 這邊剛剛原本是9比5 然後現在就變成9比6 因為就是 就是桌球規則 在自己的地方 在自己的地方 彈兩下的話 那對手就會加一分嘛 這樣 好,那剛剛看到 在原地彈兩下 它是偵測的到的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要偵測說 就發球完過往 然後在對方的場地彈兩下 這樣的話自己應該要加一分 好,然後現在先把球 舉到螢幕的角落 準備發球 好,可以丟了 好,那我們就成功看到 在剛剛在彈兩下的瞬間 原本從7比9就變成8比9 好,那現在我們要測試 就是說 發球完到對方的球地 然後 對手把球打回來 在自己的場地彈兩下 的這個動作 那 這部分要測試 重點就是 球拍 打到球的部分 然後在FindXName 去裡面 我們把這個動作 取名叫做HIT 好,那我們就直接開車子 好 好 OK 怎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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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剛剛不一樣 剛剛是在這個State 就只有只會偵測橘色東西 就只有只會幾件橘色東西的螢幕 然後現在這個螢幕 它實際上也會偵測橘色東西在哪裡 就是球在哪裡 然後我們就在這個螢幕拍我們打 好那我們就準備開始 好然後現在是輪到我八球 好那我先把球舉到我這邊 好那我們現在就是承接剛剛測完一球完整得分的情況 那我們現在是要測一局連續對打的比賽 是會有什麼的反應 好那我們就看到選手的位置 在這邊跟這邊 好那現在比分是10比8 那是10分那邊發球 那就開始吧 好可以發球 好那這樣就是彈兩下獲勝 好那就繼續發球 好那因為這個這個那個得分方法是因為說 就是說這邊的選手在回擊的時候沒有直接過往 先在自己的桌子那邊彈了一下 所以對手就得分 好那繼續發球 好那這個得分就是說我們有設一個timeout的機制 就是當某一邊回擊 這個球沒有彈地直接落到螢幕外的話 那我們會算一個合理的時間 超過這個合理的時間 都沒有偵測到彈地這個動作 那對手就會得分 好那以上就是連續得分的情況 好看 好看